Hello 大家好 我是Ringo 恒生指数大爆升 但最惨的就是 人人有钱赚自己就没份 所以今天跟大家研究一下 没货 怎算好 去片 跟大家研究一下 恒生指数基本上是差不多升到瘋了 今天星期三拍片 最高位目前去到2,700多点 我相信如果有持续关注港股的朋友 应该都十分之兴奋 就算是我们的学生 其实也有不少的好成绩 可以出现给大家一起研究 基本上整个大升浪里面 我们自己的同学们都赢得非常之开心 甚至乎是赚了一波意外之财 短时间之内 我们的盈利是可以高达几万元 甚至乎是六位数等等 我们可以见一见的画面 我们的学生是大有大赢 即是聪明一些 或者跟着我耐的朋友 或者是注目比较大一些 可以赢到九万多元一口 少住而成的都没什么所谓 始终每一人的背景都不同 但是起码人家都是以一个小本经营去做 然后赢到接近一倍的钱 他也赢了接近七千多元港元 也恭喜这位同学 同一时间也看到有些同学 都用了一些期权的部署 去赢了一个六万多元的盈利 甚至乎有些学生 是可以赢得以倍数来算的 简单来说 封剑尤人 总之你跟着势去做 不小心赢得到一个不错的回报 但如果你可以再配合一些更精准的技术 自然你会赢得比一般人更多 但刚刚不断研究我们学生的好成绩之外 我们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学生 他说了一句有血累死的说话 他说我畏高怎么办呢 我相信这句说话是对于很多朋友 特别是没有参与这浪城市的朋友的心底话 原因就是畏高症 你的畏高可能是19000开始 因为单日升1000点 你要去追 在过往的三年恒生之数上 确实是经常被打脸 你怎样猜到这次突然间会发花瘋 这种升幅多数都是牛市三期才会出现 毛尼拉沙是一个这么正局的市况 突然间开车 好像发了一场梦 早一两个星期还在玩16000至17000点 现在已经是22000点了 是不是坐了时光机去了未来 所以很多朋友在这段路 都真的是呆坐 又或者是没有什么在下方买过货 最多有货的朋友 可能都是一些松绑万年蟹货的想法 所以在这个浪上 坦白说 你说真正赚得一波财富 压外财富的人 其实都不是特别多 但是比较多的朋友 可能是中途加入 差一点点 又或者是 更加多的朋友 我相信 是松绑了某些大型股的 万年蟹货等等 所以大家都不希望自己永远都成为松绑的一员 反而万一下一次有这样的大升浪的机会 自己一定要像我们的学生那样 赢得起码五位数 甚至六位数 二至七位数的盈利 始终我们投资也希望赚钱 不是想成为蟹货 所以在这段浪上 到底有什么技巧 可以令自己既畏高 同时间 亦都可以去赚取一波倍升的盈利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说的主要话题 首先 先说一下为什么会畏高 畏高是人之常情的 而且是经常出现的 因为 我们可以去想一想 在股价 比如说今年稍早的时间 完全没有动静 比恒生指数 左一巴又一巴 左一巴又一巴 基本上 你是受尽折磨 受尽折磨 人们就很容易学职 特别是我们香港人转数很快 所以 在过往一年 不要说一年 其实两三年左右 已经比恒生指数 多次骗了我们 很多次 有什么假突破 夹完一两棍 然后再跌等等 所以 基于多次数的效应 我们自然会认为 如果急升的话 可能有些异样 这件事我绝对是同意的 因为坦白说 你说要捕捉到这个升幅 过往两三年有多少次 最多就是2022年10月那次 又或者是今年4月那次 就这两次 其余 那些比较大型的波幅 都是十分之稀有 就是说 今次你被这个市场突杂 或者是赢不到钱 都是非战之罪 始终我们畏高也有这个担心 但是畏高还畏高 是否完全没有什么可以做呢 那我们首先 如果你畏高的其实是 怕些什么呢 那就是怕你摸顶 最直接的就是 万一我在这里买完之后 第二天跌1000点 万一我现在买了 他真的跌1000点了 我就很有可能成为 这个大升浪的 最高最傻猪的 那个骗货了 万一这次又好像 这次19000多 我真的忍不住买 结果又扔回到17000点 是不是又跌了2000-3000点 那我相信 你们的畏高的想法 应该都是源自于 我很怕再次成为傻猪猪 那这个是非常合理的 亦都是我认同的一件事情 但是 你看到这个势头很厉害 甚至乎有很多的内地报章 都公布在内地有大量的00后 突然之间涌入市场 开一个新的户口 我觉得赚钱很容易 不用打工 不需要挡平 今天入钱明天有钱贷 今天有钱明天有钱贷 那就是说 在市场上 比较疯狂的情绪 依然主导整个大市 在这个疯狂的情绪之下 我们很少可能会做反手 甚至乎做反手的朋友 是有些担心 因为万一明天被人夹 那怎么办呢 被人夹你就会输1000点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做有36 不做有36 那到底买升还是买跌呢 如果我叫你说 不如不要参加这个城市 你又忍不住 我忍不住 所以做一个 我随时会 我会 估错 市场 你一是买升 就是买跌 如果你在高位摸到顶 沽下来 那你就会是万世英雄 如果你在高位沽下来 向上夹的 那你就会有自己 做一个直直无盟的 炮灰等等 所以 当我们要处理一种极矛盾 又怕被人夹到偶 但又怕错失机会的情况 其实我们应该以来一些特别的工具 就是输少而赢多 万一猜中了 你会赢很多 万一猜错了 我最多是输一个固定的数值 我是不会输多的 什么叫输多 就是比如说 如果我向下赢 最多赢1万元 今次我最多都会输 可能是输2000至3000元 OK 但相反 如果你说玩期货的话 期货就是 如果向下跌1000点 我假设沽空 假设沽空 我买期货 我向下跌1000点 我会赚到5万元 但向上再夹1000点 再夹1000点 我同等幅度 你会输5万元 就是说 这里是输赢都一样比例 明白吗 所以在这个选项上 我们就会在工具上 去选取期权 或者其他有一个 输少而赢多特性的衍生工具 为什么要选取期权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开开恒生指数 来看看 其实假设你在星期一 你觉得 国庆之后 就会没有北水 没有北水 就会被一些外资 硬去扔 扔他 扔完去 升完就算了 疯狂没有北水托 这种分析 都是市场的声音 或者市场的想法 假设你真的在星期一 凭着这个想法去做淡仓 淡仓的话 当然今天的亏损 我们这一类的long put 恒生指数10月30日到期的long put 亏损都接近40%至30% 输钱就很肯定 因为今天夹千多点 你没可能赢钱 但反过来 如果你和刚刚的想法完全不同 你觉得市场非常亢奋 应该每日升多一千多点 你就买升的话 好了 你买得对 发不发现 这一堆的期权 无论你是选哪一种 基本上清一息 都是一百几十% 甚至乎二百三百% 换言之 如果你看错 看错 你买跌的 你都是输40% 但是万一你看对 你会赢二百几% 假设都是同等幅度 即是说 如果你买跌 你今天当然是输一千二百点 输一千二百点 你的投资计划是输40% 买一万输四千 是输四千元 但是 如果你是买升 买升 即是买升的期权那边 同样都是升幅一千二百点 就是 一样的 你亏损一千二点和赢一千二百点 都是看今天的数字 但是 你今次赢的一千二百点幅度 是给你一个两至三倍的盈利 即是说你买一万元 赢到三万元 那请问 为什么要去做期货 或者买正股 沽空正股 所以 在这麽大波幅的情况之下 是绝对有利于一些期权的组合 甚至乎 我一个同学 更加聪明的就是 咦 那如果 我首先 估去买跌 我估去买跌了 然后 我为了 谦虚地 对冲回自己的一厢情愿的看法 即是我虽然一厢情愿地觉得见顶 我要沽空了 但万一我自己看错 所以我就会买定另一边 所以同一时间 又买跌 又买升 结果 这个交易 你的想法上 真是错 因为它夹升 本来你是想着要沽空 你夹升 那结果 你升那边的位置 买一万元 你会赢到二万四 而看跌的位置 输了钱 就是输四千 加上是否有淨赠 所以是很夸张的 不单止是恒生指数 就算你 比如说 其他股票的 比如说 3690为例 美团等等 美团更加夸张 你的put 只是输三十多% 但你的call 是可以赢到 千多% 看到吗 什么是千多% 十多倍 就是说输的话 输的话输三十% 赢的话 是赢到千多倍 所以在交易上 你可以倒转地想 万一我现在再买升 但我又怕它跌到位高 倒转地买 我就说 我先买一个long call 再加一个long put 帮你自己保底 会不会有机会 万一真的猜错 明天下跌的时候 会变成 调转的数字 即是说 put 那边 可能有机会赢到倍数 但call那边 亏损最多就是100% 当然在这个比例上 你会发现 原来今天 美团大升15% 这些期权 put 的都只是输35% 所以 不是市况的问题 而是 我们有没有充足的知识 和合计的工具 应用在市场上 你相信我 其实任何一个市况 每天升雨跌都好 其实必定会有赚钱机会 只不过 我们有没有一个知识 去应用 或者套用在当时当刻的情况 譬如说 慢市会用其他一些策略 快市的时候 你不进入 就真的要自打对吧 没理由 市况这么激烈的时候 你不参与 静悄悄的时候 你就不断买货买货 所以在市况上 我们就不需要太担心 到底这次是否最后一刻 因为这种急升急跌的市况 永远都会有循环 而且每一年都可能会有一至两次 如果你想学得更多清楚 关于这些快市的策略 或者是万一第二次 不是爆升的 是向下跌的 有些股災的话 你也知道了 上帝要你灭亡 先要令你疯狂 通常这些大急升的市况 之后都可能 伴随一些 比较急的调整浪 急的调整浪 是否又可以用这条路呢 如果你想学得更多的话 当然要参观我擅长的分享会 不妨在下面 按一下我们的报名连结 因为在分享会上 你绝对不想错过一些 特别 更有趣的奇权玩法 可以帮助你更多 应付未来 这种不同的市况 希望今天这条影片 可以帮到大家 缓解你的情绪 甚至乎你知道 原来未来 重复一次 你是绝对有机会 或者有知识 去赚取下波财富的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黎家穎 是有多年交易经验的 全职daytrader 现在我每星期二 晚上10点半 都会在Bossmine YouTube channel 做直播 daytraded纳指 我除了会在直播里面 分享daytraded策略之外 也会实战一枪 以最赤裸的方法 验证交易策略 凭星期二 约定你